健康4.0 我是陳月卿 歡迎收看健康4.0 讓我們一起跟著季節過生活 如果是正在做化療的朋友 那你可以一天喝兩杯 就像Cindy一樣 她是喝一杯蔬果的 一杯豆骨的 補充你的植物性的蛋白質 優質的蛋白質 然後還有我通常都會加點五穀泛在裡面 那豆加穀呢 它蛋白質利用力會更高 會提升40% 然後如果你用的是黑豆 黑豆它裡面抗癌的成分也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道非常好的 滋補身體的一個方法 你也可以試我的黑五寶豆骨奶 對 裡面也加黑木耳 黑木耳是水溶性上食纖維 也可以加速把這些化療啊 這些毒素啊加快的排出 然後可以滋養你的腸的好菌 因為化療可能會把你的好菌也殺死很多 所以這一道是很不錯的 然後蔬果汁呢 它當然就可以補充很多的維生素C啊 這些營養的成分 蔬菜一定要穿燙 那我通常穿燙30秒到50秒 那你可以穿燙50秒到一分半鐘 如果你擔心的話 或者你正在做化療的話 平常我們是不削皮的 那在做化療的時候可以削皮 蔬果汁是可以提供你更多的質化素 也有很多的膳食纖維 也有很多的抗氧化成分 然後再加上豆骨薑 來補充你的植物性蛋白質的營養 這樣加起來 你三餐吃之外 你再加這兩杯 就可以幫你打很好的健康的力